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已经进行到历代至下十九章 我们要从第四到第十一节一起来灵修 先来看前面几节经文 也就是第四到第七节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 以后又出巡民间 从别士巴指到以法连山地 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这段经文延续着前文 讲到约沙法王经过那一个战争之后 回到自己的王宫 那么平平安安回来了之后呢 他也没有闲着 那么这里就记载了 第一 他巡视好多地方 从别士巴一直到以法连山 这是一个蛮大的区域了 做什么呢 他一边走一边鼓励百姓 哇 要跟随主耶和华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巡回不道的行动吧 不止如此 他也在各个重点城市建立很重要的司法制度 管理这些百姓 而且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那就是你们做判断这件重要的事物的时候 不是为了人 乃是为了耶和华 换一句话说 约沙法王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官 人工作 不是只为了人 乃是要为上帝 这些审判官当然一方面是神里百姓的案件嘛 所以是为人而工作嘛 但是态度上是为主耶和华而工作的 这一个的工作伦理啊 不只是旧约应该如此 其实到了教会的时代 岂不也是应该如此吗 接下来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 继续记载了 约沙法也回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也做这样类似的安排 鼓励这些侍奉主的人 不要只为人做 更要为主而做 哇这句话的的确确是跨越时空 从当时的时代 告诉当代的侍奉的人 不论是地方上做审判的司法官 或者侍奉主的立位人 祭司都要秉持这样的原则 后面的经文特别提到 祭司和立位人也应该如此 那么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 那就是其实这样的工作官啊 没有圣俗之分的 祭司立位人要持守着这样的工作官 一般审判官虽然工作的对象是百姓 仍然要持守着同样的工作官 背后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判断哦 那就是工作其实不分圣俗了 我们都是为主而做 有了这个观念呢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当然有一群人 是全时间的侍奉上帝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要在社会上尽忠 不管是侍奉上帝的传道人 还是在社会上工作的主类肢体 其实都应该有同样的工作官 那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不是为了人 而是为了主 有了这个观点呢 我们在工作上就能更蒙足喜悦了 愿神祝福你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